《香港的形勢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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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當香港的形勢突變 不少朋友都希望重新找回 曾幾何時香港作為真正國際都會的故事 其實香港歷史上自古以來 是有很多不同地方的傳奇人物來過香港 甚至以香港為基地 其中我們附近的越南和香港的淵源 就非常之深 無奈前我看回在越南買的一些書 其中一本就是叫做《胡志明在香港》 我自然就是不懂越南文的 但是就覺得這個是非常之寶貴的歷史資料 因為在香港我也沒見過這本書的中英文版 於是就馬上買了下來 本書是關於共領袖 也就是現在共產主義政權的越南國父 胡志明在香港曾經被囚禁三年的經歷 大概是1930到33年左右 除了他本人和香港的淵源之外 也有提及當時中國、英國、法國等等的幕後角力 這段內容在越南的胡志明紀念館 是有一個展規去講述的 而這本書的資料是詳細百倍 也都包括了當時港英政府和英國當局 處理胡志明的一些解密檔案 那究竟越南的胡志明和香港 為什麼會有關聯呢? 其實曾幾何時 越南的寶大帝是在香港做過譽工的 有機會我們可以再分享 而胡志明和香港的淵源就更加關鍵了 他年輕的時期化名叫做遠愛國 不單是越南第一個共產黨員 亦與孫中山相熟 同時亦與中共的周恩來相熟 1925年當時有大規模的省港大罷工出現 可以說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的大型群眾運動 當時國共兩黨都是支持的 當時胡志明為了支持香港這麽大規模的運動 就專門去了廣州 而他是會說流利的粵語 即是廣東話的 他在廣州就是以廣東話發表演說 而這一種越南和廣東的跨地域身份認同 再混合香港的淵源 只是當時才可能出現 因為在舊越南的時代 他們還是用漢字的 胡志明本人的漢學根底很深 懂得說普通話、粵語等等 但是他掌權之後 反而大力提倡去漢字化 所以今天去到越南的朋友 如果你還看到漢字 一定就是歷史文物 今天的越南建築物政府部門 所有文字都是用著越南的拼音 這些就是胡志明的決定 表面上就是說要提倡這個素盲 令到一般人比較容易讀書式字 背後當然都有一種去中國化的含義 因為他了解越深就越知道 這個對越南來說是很重要的 胡志明是創辦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 向這個越南社會傳播共產主義 但是他的根據地 就不是在當時的法屬印度之拿 而是在廣州 在1928年前後 他的這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 在南中國和越南本土的社會 都是有一定的聲勢的 法國的殖民主義者 再加上中國叫國民黨 曾經是合作共同圍剿胡志明的勢力 在兩面夾擊之下 胡志明就將活動基地 找一個中立第三方 即是所謂的全球白手套 去做他的新的陣地 這個就是英屬香港了 所以英屬香港曾幾何時 是收容了很多這些各地的革命志士 而中國當時任何的軍閥下野 都會來到香港 我們都講過不少有關的故事 除了越南之外 菲律賓、夏威夷等等的政要 久不久呢 都是來香港避難的 無奈之後 越南的左翼運動聲火鳥園 國內是出現了很多的山頭 但是呢 因為沒有大台 沒有人協調 那誰是負責做居中撤峽的人呢 地方在哪裡呢 依然在香港 人呢也是胡志明 所以在1930年 為什麼他會來到香港呢 就是說這次他就化名宋文初 那麼就來到英屬香港了 這次是用共產國際正式代表這個身份 召集越南各國共產組織的代表 舉行一個大會 這次呢就不再是無大台了 就搭著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的越南大台 搭台的地方呢 又是香港 當年的2月呢 胡志明起草的各項章程 就很快就是被代表通過了 這樣的共產黨開會很難不通過的 那麼這個統一了的越南共產黨呢 就正式成立了 成立的地點呢 就在香港 開會的地點呢 就是今天的九龍華人書院 目標呢 就是越南獨立 那麼相信不少 讀著狗話的朋友 或者是舊生 就是知道這段歷史的都未必太多 有趣的是 越南共產黨 這個強調民族獨立的 本土化訴求 提出了之後呢 反而受到 共產國際高層的批判 當時 即共產國際 理論上就是要搞一個 全球人民大團結 即是共產主義 是說階級的 不是說民族主義的 於是他就批評 越南共產黨 胡志明這些口號呢 是過分地狹藥 過分地民族主義 忽視了共產主義這個國際的精神 30年10月 越共中央委員會 第一次全體會議 又是在香港召開 即是他們成立真的很靠香港的 會上面呢 就將他們的組織改名 叫做印度支拿共產黨 即是說 它所涵蓋的地域 除了越南之外 也都包了今天的柬埔寨 和寮國 那麼可以見到 印之共黨運動 和香港的淵源呢 是非常之深 而且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 1931年 印之共產黨 才正式加入共產國際 不少他的成員呢 都是華裔 裡面呢 不少人都是跟中國有關連的 後來中共見證之後 曾幾何時 他是有一個印資局的 不少地下黨員呢 都是繼續活躍在英屬香港 和香港的中共 即是負責人 或者所謂的地下黨 據稱是有千絲萬類的聯繫 不過這些呢 就有一個故事 那麼我們又不要 side track 那麼就說回 越南胡志明和香港的故事了 那話說 共產國際這個印資局在香港成立之後 核心組織幹部很快就被法國殖民者逮捕 那而胡志明本人呢 也都在香港被港英政府拘捕 但是他在香港從事這個 越南獨立運動 共產主義運動 反對法國殖民者 那麼在香港 為什麼會被拘捕呢 那話說 港英當局呢 是一直都知道 有胡志明這個人存在 也都知道他會用香港做所謂的顛覆基地 勾結外國勢力等等 但是他又不是推翻港英 本來就不想理他的 那也都是沒有將他 他按法國殖民當局的要求 將他引渡回去越南 但是呢 又不想放他 因為也是受到盟友的壓力 於是呢 就運了他在香港的這個 維多利監獄了 曾經呢 港英是一度想把胡志明 是引渡回去越南的 那但是當時呢 胡志明請了一個 代表律師 據理力爭 那這些律師都真是說 普世價值 大愛人權等等 那用這個港英政府的程序 而根據港英的法治 那當時都真是一個法治社會 就真是成功 居然被他申請了人身保護令 我們今天很難相信 那胡志明用港英的法律 保護了他自己 而且這個代表律師 就based on 這個大愛的精神 代表胡志明 申訴去到英國的書物院 那就是by time 那這個就是法律的故事 也都是國際關係的故事 還有也都有很多人權 就是民主自由等等的理念 是支撐著一個共產主義的領袖 當時世界就是這麼荒謬的了 這樣就by time 搞了一整年 那胡志明在香港就安安靜靜地 在域多利監獄那裡坐牢 那坐牢期間呢 他是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是越南其中一些叫 國寶級的著作來的 就是叫做《獄中日記》 在胡志明的紀念館 在河內紀念館 那這本書都是有得賣的 那裡面就是有些詩 有些是錦然等等 那大家有興趣 相信在書局都依然可以賣到 所以在剛才我提過這本書 就是提出了很多的文件 港英怎樣處理 英國外交部怎樣處理 法國怎樣要求 胡志明的律師 有些什麼信等等 全部都是十分之寶貴的 原始歷史史料來的 那在這樣的法治的程序之下 去到1932年 時光飛逝 7月 港英政府和胡志明的律師 終於在英國的書物院調解之下 就達成了一個協議 這些協議也是當時的國際形勢 才可以做到的 英國是 形式上在港英那裡 驅逐胡志明 離開香港 但是又沒有說驅逐去哪裡 就是說你離開香港 但是又任你去哪裡 那所以呢 胡志明就不需要回去 發屬印度之拿的越南 就是說不需要面對法國的暴殺 法國當然是很不開心 但是 這個就是國際關係 英國也沒有說明是放他 總之現在是驅逐你走 那你去哪裡 又關我什麼事呢 你是自由來的嘛 你是自由人 那已經是被處理陳同佳案的某地的政府 就得體很多了 去到1933年了 那胡志明去哪裡呢 那他要離開香港 但是又不想他回到越南 於是呢 英國就秘密安排了他去 同樣是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 那新加坡呢 又拒絕他入境 那就是說為免惹麻煩 那時候的新加坡也有總督 那他就覺得 那這些燙手山戶來了有煩 那我又要搞多一鍋 然後又搞兩年無謂了 那我們搞一下搞一下 胡志明輾轉呢 就是去了廈門 那就逃出生天了 那而英國呢 整個安排當然是知情 那所以胡志明對英國人 多多少少都是深存感激的 港英這些刊批 全部都是向法國當局 越南當局去隱瞞 但是為了減輕來自法國的壓力 那又做了些什麼呢 那大家又要做一場戲了 而當時胡志明的代表律師 就很高調在香港散布一個謠言 就是說 喂胡志明呢 香港死了啦 病死了啦 你沒有這個人的啦 那所以大家不用再找他啦 法國政府就算啦 人都死了啦 諸如此類 那在報紙上面 高調散布這個這樣的謠言 就是假新聞 就是fake news 那港英政府當然知道他是假啦 那他在香港坐牢 那他是不是死了 港英最後的發言權 那但是他明知道 這是一個所謂的fake news 但是呢 又不表態 那希望去誤導法國當局 那這些默契 看回頭呢 都是很有意思 頗堪換味的 那由此我們難見到 港英殖民時期的香港 和當時的越南國王 和越共的領袖呢 都是有交集 背後呢 就是英法在遠東的博弈 所以 胡志明來到香港 就成為了這個 國際大棋局的棋子 那後來 胡志明 也都成為了中國共產黨 一個很重要的盟友 他的影響力 也都波及到中國的內戰 而香港歷史上的國際身份 和白手套的功能 就可見一般了 那去到 胡志明領導越共 立國之後 和中共關係 當然是非常密切 和周英文 每次拍照 都是摟了頭 摟了頸 那樣 真是 Buddy Buddy的兄弟 家童子的情誼 但是 我們都知道 胡志明私下 是講過中國 又或者是中共 不少的壞話的 譬如說他覺得 這個中共是有大國的三民主義 越南呢 是必須要避免 墮入中國的圈套 不能夠成為中國的附庸 為什麼他這麼堅持 用拼音文字 不用漢字 為什麼他這麼需要 彰顯越南的民族主義 為什麼他的接班人 去到七十年代未 居然是和他的恩主 就是鄧小平 當時領導的中國政府 打了一場邊界的戰爭 中方就叫情越戰 但是越南當然是叫自衛戰爭 全部都是和胡志明當時 與中國 或者香港的淵源有關 因為了解越深 就越知道底細 今時今日 越南成為了東南亞的小霸王 居然和昔日的世仇 美國大和解 美國在東南亞 最佳的代言人 制衡中國的歧視 就變成了越南 世間上 最微妙的格局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再看看 胡志明在香港 坐牢的歷史 究竟我們可以怎樣理解呢 唯一我們可以 今天的角度解讀 就是說 香港 就是一個這樣的 狗犯之地 就是一個這樣的白手套 自古以來 只要有某些底線 不過的話 其實大家 都是水智清 則無如 這樣去生活 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勢力 每一個軍閥 每一個陣營 每一個主義 每一個政黨 每一個組織 都是這樣使用香港的 因為花無百日紅 有誰知道 馬日 你自己 失勢之後 是不是都需要這個白手套呢 遲至今日 當然有些人不是這樣想 於是就改變了整個香港的屬性了 香港的未來會是怎樣呢 還會不會有其他的胡志明來到香港避難呢 如果有又是哪些人呢 如果沒有又是為什麼呢 這些 不行 太敏感了 很害怕 國安法了 不敢說 於是我們都是說回歷史了 胡志明的故事 大家有興趣 買回這些書 對了解香港的真正屬性 都是很有幫助的